其实这个SingRoll的网站其实非常的 我是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它里面颜色几乎可以调成各式各样的颜色 而且每个地方都可以调整 你会发现 那注意啊几个细节 一请你先到这个官网 所以我刚才把那个上面就是这个官网 进来之后的话 它不要选那个范例了 因为有那个范例就是我之前提供的这个范例是我做好的 所以上面这个连结是已经做好的 那你不要用这个 因为这个不要用这个A跟B是有做的 C有做 那你就会不知道怎么来的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到官网完全没有的情况下 你就一个叫GestRolling 那里面的话就预设会有ABC三个 但你可以有D再更多 你可以一直加一直加 加很多种效果 那首先你第一个要注意一下 我刚刚提过 因为你预设进来的话 他用的版本Roshen是用最新的 所以呢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最新的版本跟我们现在用的版本不相容 所以如果你用到最新的话 那你效果会出不来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第一步就漏掉了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请你把它改成最旧的版本 1.01的版本 当然你想说那 我现在如果要用最新的可不可以 可以啦 而且最新的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只是说最新的话 会有蛮多地方可能还要再修改的 那你可能就会变成比较复杂了 所以我们先用简单的好了 1.01先开始 第二步的话要做什么呢 你就是点选A 特别是这个所谓的Global 指的是这边三个所有一起的相关效果 包含它的什么呢 自行 包含它的什么呢 状态啦 还等等的这些icon 你都可以去做调整 这个指的Global指的是三个一起 一样的 比如说你希望设定哪一些自行 哪一些状态的等等 不过理论上各位也许大家知道一下 那至于说要不要调整 这个我想你自己再去玩玩看 因为有些效果可能我也没有特别去调整 我大概就调几个 比如说A 我希望给它一个某一种色系 你调的方法就是 看你要哪一种色系吧 比如说你要红色系 好假设 红橙黄绿 各一种好了 比如说红色系 太红对不对 你会发现 因为我刚刚是把红色的拖拉下来 所以上面的是所谓的黑的 那你会发现黑的会自动跳出来 他会问你说 那你这个背光是这么深的红色吗 我想说不要了 不要这么红 那怎么办呢 不要这么喜气感觉好像有点 有点怂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做一些调整 你会发现 这边如果调的不OK 对不对 你可以调旁边这边 它会有个色盘出现 有没有 可以发现 你往右好像会比较黄一点 往左会比较粉 那至于你要哪一种 自己就好像粉一点 不过这个感觉 OK 因为太粉 OK 好吧 假设这样好了 那你如果觉得太深的 你会发现 往上 很淡 对不对 往下 很深 所以你会发现 这可以变出多少种颜色 太多太多了 你只要你想的颜色 都一定会有 第一个 这是指的是黑的的背景 那另外就是说呢 它的背景 指的是它的边框 边框是红的 如果你不需要有边框 这么深的颜色 你可以怎么样 调一下 调这个颜色 深浅白的 向上是白 向下变黑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调来调去 太多种颜色了 光调整这些颜色 可能就花非常多时间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了 所以我先把Boulder 那body的话呢 也许再调一个 类似的 红色系body 它太红了 没关系 你再把它调一下 把它调淡一点点 调这么淡好了 OK 然后link 这个是连结嘛 连结的颜色 这个是这么深 好像不太搭 所以我们把它再调整到 先调外圈 再调内圈 这个link 这样好了 假设 那其他颜色啦 我想你就自己再丢吧 这个是里面 假设你有用到radio了 你就可以再调一下 然后调这个颜色 淡一点点 不过这个可能真的要点美感的 因为真的不一样 所以有些工程师调出来 你就觉得奇怪 这个人是怎样 平常没有美劳科 应该都不及格 所以那这边也是一样 颜色可不可以改 可以 红色 然后等等的 那至于 好大概这样的 其他我想 你就自己再去调一下 其他可能的颜色 那自己玩玩看 里面这些都可以玩 然后这个可以 红 橙 橙色的话 假设这个颜色 那你可以自己再拉一下 拉一下 自己再去针对这些东西 去把它变淡一点点 有没有 这边的话 上面的 也可以再把它调 调这颜色一点点 等等的 两个就出来了 第三个 红橙黄 黄色 黄好像有 绿好像没有 绿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 也许这边在底下 深一点绿 然后颜色的话 你在body部分 再自己再调淡一点点 OK 可以感觉 绿导 这个就不错了 所以 如果我们是针对这样子 这个深一个浅 其他我想细节自己调 好 就这样子 如果你做完了 反正这些上面的东西 你都可以自己玩玩看 有些功能 我没有讲到 哎 调到global去了 OK 好 没关系 这个地方的话呢 记得 C就C的部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像 底下的button 好像没有用到 这个颜色也可以再拉一下 有些 这个颜色 你可以再自己再去调一下 相关颜色 然后 不OK的话 这边好像有个 n度 复原 如果你觉得这颜色不OK 你可以再重新再拉一下 好 然后自己再去调一下颜色 好 诸如此类的就是 调完之后 记得 再来我们要怎么样 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Dreamweaver 所以特别重要 第一个你先设定完 第二个的话呢 如何改变 改变什么呢 改变这个 J-Cream Mobile里面的东西 特别重要 这个下载 可能动作如果做错的话 你就会没有办法显示这些效果 这好像还是可以再调 这些时间的关系 第一步先到SyncRower做 第二步的话呢 一样就是下拉去调整 第三步的话呢 再来就是什么 去下载 我们有个download 这个什么SyncS的点字IP 那名称 我这边用106App 把它download下来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的话呢 再把我们刚刚下载的东西 的其中一个 特别注意 我只需要下载的 这个压缩档里面的 其中一个档案 档案名称叫 106App. 有没有 点什么 点mini 点CSS 记得 只有这个档需要 其他都不需要 然后呢 帮我把它 汇到里面来 再来修改程式 那恭喜你 你这个部分应该就OK了 最后你就去修改它的 那个DataSync 如果你选到A 就会是你刚刚做的A的效果 选到B就是B的效果 选到C就C的效果 那这个地方就没注意哦 只要有个地方做错 就会出错哦 我download给各位看 download 名称叫106App OK 这样子哦 名称尽量先打这个啦 如果将来你如果 要换别的名称 你再自己换 那他会告诉你说 主要是这个地方 改一下就好 而且他特别跟你讲说 改这个 其他不要改 那按download 好 download之后的话 我们把这一个 ZIP档案下载之后 他会帮我放到哪里呢 下载区 那我把它按右键先解压缩出来 解压缩 到这个资料夹好了 解出来之后 其实我只需要里面的某一个 就是他 我其实 那个压缩档 其他东西我都不要 我只要这个档 那这个档要放哪里呢 特别注意哦 请特别注意哦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图可能会 应该是上面这个 这个图 有没有 我是把它放到哪里呢 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然后这边加一个 加个框 习惯上把它加一个框 然后呢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一块 有没有 这个目录里面哦 所以我的做法是 一 把这边的那个目录 这个目录打开 ZQ在这里 那你就把刚刚的那个压缩档 记得哦 我的那个压缩档是放在这个 这个档 解压缩之后的SIM 里面的这个 这个哦 把它怎么样 拖拉到这个目录里面 记得是解压缩状态哦 之前有同学是没有解压缩 直接打开 奇怪不能拖拉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解压缩吗 把它记得放开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会在你的这个目录里面 会出现这个东西 第一步就完成 第二步呢 请你再修改什么 修改你的城市 哪一个城市呢 这边的城市哦 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请你参考一下 我云端上面有这一个 有没有 在Title下面这一行 Title下面这一行 名称有没有 把它改成这个名称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其实只要照图做 因为有时候说真的 也不用特别背 所以像我自己做 一段时间忘记也没关系 我就找到Title 的下一行 下一行这个 就这个有没有 把这个 从斜线后面这边 改成这一个 实际上 这个也很好理解 意思就是说在 JQuery Mobile的资料夹里面 有没有 斜线是指它下面的根目录 会有一个这个档 它其实本来是用哪一个档呢 本来是用这个档 那只是我把它置换掉 换成另外一个档 本来是用那个 哪一个呢 这边 这边其中 这一个 其实本来是用这一个 我不要用这一个 我也用这一个 所以比较保险的做法 你其实可以把这整个复制 点它一下 它会可以重新命名 你可以把它复制 然后到哪里呢 到Title的下一行 Title在这里 现在没有做标题 在下一行在这里 所以请你把它 把这个 改成刚刚的那一个 贴上 贴上的话 其实就长这样子 应该可以看得懂 只是说它非常的小心 贴的时候不要贴歪了 旁边的东西也要在 这个双影 后面本来有双影 不要没事把它拿掉 拿掉就坏掉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做完 你把它Safe 储存Ctrl加S 或者是用什么 档案里面有个储存 一样Ctrl加S 储存完之后呢 如果说你要确认 你的效果可以出现的话 那请你怎么样 把它修改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哪一个呢 这整个page 的DataSync DataSync的话 就是布景主题 如果改成A的话 我刚刚有个红色系 我快速选了一个 如果你点了A 它如果可以变成A的话 那恭喜你 你效果就出来了 不过我确定一下 OK了 点下去 怎么时候才知道 即时按下去 出来了 有没有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我刚快速的选 你看字 这个字都 颜色太浅了 那怎么办 请你再回到哪里呢 回到云端上面 有没有 刚刚DataSync这边 那请你把这个颜色 它是应该是哪一个呢 它的字的颜色 所以字的颜色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在body的这个test color 有没有 也许你可以再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不要这么 你如果要黑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边调一下 那把它调黑一点点 让它稍微改变一下 改变完之后 你在到这个download地方 重新download 然后download完之后 重新再把那个档案 其实只要哪一个呢 其实就只要那个档就可以了 就是下载完之后的 这一个档 把它怎么样 盖过去 那又变成又更新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那请各位呢 稍微试一下 因为细节太多了 所以请各位参考一下 程式码里面 就是有照步骤了 有没有 1 记得关键点 一定要先选1.01 因为之前同学都跳过第一步 2 3 4 5 有没有 设定DataSync 好试一下 如果说呢 你假设顺利的话 应该会很方便的 很快的就可以看到 你的app呢 就一定长不一样 不过说真的 这个还蛮花时间的 因为你要调整出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布景主题 这个感觉甚至比那个做app的时间还更多 因为说真的怎么瞧都感觉好像就颜色就是会差异的步骤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就是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但是我发现那个我们的version版本1.01 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再更好 所以他后面有一些1.45是最新的 其实也可以用1.45 只是1.45有个缺点就是你如果用1.45 你在用即时的时候 我们不是按即时可以看到吗 1.45的版本就没办法用即时的 不过这个后面我还在跟各位讲 我们如果用最新的版本 怎么样让他的布景主题变得更漂亮 那这里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布景主题的部分